再次的感謝大家 謝謝 強大王加油 強大王 國民黨提名 史上墜落候選人 謝謝大家 在台東從沒輸過的藍軍 內訓分裂布局大亂 讓政治家族出身的饒慶玲 高呼團結抗敵 競選總部熱鬧成立 穿梭人群交際沒停過 但就連吳敦義的頭銜 都喊錯聯盟尷尬根正 偏偏饒慶玲的招門 不單只有大吳吳敦義 還有另外一位小吳吳俊麗 從場外主義握手到台前 再怎麼熱情 頂多握手致意 唯獨面對競選總會長吳俊麗 台東就是我們的家 大動作擁抱 保起來顯現兩人沒有隔閡 萬一鯨魚沒鮮戰 我跳到黃鯨都騎不驚 打一個線是分裂會贏 所以只有團結才能贏得勝選 那現在家庭分裂要怎麼辦 這個 再說吧 就一停雨色整整7秒鐘 接著快閃鑽入人群 這根戳盡痛處的針 正是他的妻子 前台東縣長黃麗珍 我不是突然去登記 我準備了9年 吳礦夫妻黨都曾以國民黨籍選上台東縣長 偏偏妻子脫黨登記參選 政治家族的恩怨 這一場黨內互打 反而讓民進黨連敗四次的劉兆豪 不復勁逼 歡迎我們外台的台東縣長劉兆豪 烏騰宇來營造市場 年齡普遍較長 劉兆豪受席大會來得不罰年輕人 有些乾脆聚家前來 還大秀原住民票員 我十三年裡面 地圖不能來參選台東縣的縣長 我願意來復合地告訴你 就是這個群群的缺乏 一勝台 沒提政黨 只談理想的冗長節奏 台下飛搖滾區倒頭就水 廠子一結束立刻尿受散 劉兆豪只得捕捉還沒離開的民眾 握手致意 十年違建 我們這位已經活了四幾年了 可是是讓它這個很公平的 這一把保健 就是替我們台中做更多的事情 自家比較多的話 有時候一天才不完 即便藍綠選站大火熱 但這才是百姓日常生活的 真實樣態 我們怕立營的執政就會影響外銷 原來衛生室的立營執政的地方 都很多沒有外銷了 最怕的就是唯一能虎口的市宅 消不出去 看天吃飯的宿命又該如何突破 從藍的說 如果你盪選就只能賣大陸 大陸那麼不穩 然後藍的指控綠的說 如果你盪選 那大陸都不用賣了 就是互相在威脅 台東盛產世家 尤其在太馬里這邊 可以看到他的吉祥物 正是一隻招財貓高舉世家 突顯出世家的地位 舉足輕重 就連這一回現場選戰 藍綠對決 國民黨參選人饒慶玲 民黨參選人劉兆豪 都各自端出不同的策略 要搶下農民的選票 勢在力得